完聚集,最后就两个按钮,按下去串接,清除就这个 那以后的话当然呢,我们就是 这个程式的话将来最好都是自己写,是最好 因为如果说你用录制的 有些地方可能还是不够完善 另外再来录制聚集的部分可能要特别小心,不是乱录 一定要记得要彩排 最好是可以把步骤写下来 因为如果你步骤没写下来的话 你将来会变成说你每次录的都不一样 然后你就不知道说这个程式到底怎么去跑的 尽量还是比较合乎逻辑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Ctrl Shift向下追踪这个动作,这个一定要 如果你不要这样做的话,你录下来的程式将来 他就不会自动追踪了,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一点 最后的话还有一点就是说 录制完的东西 现在我们等于是从 全部都没写到程式,他问一下为什么会自动帮我产生VBA的程式呢 到底他产生哪些程式 那另外写在哪里 OK 那我们以后如果 他帮我录制的程式,我又要怎么来使用他 利用他 这个部分的话跟各位讲 你可能慢慢习惯那个 再来的话 就是Visual Basic的编辑环境 那环境部分的在哪里呢 我刚刚有提到 这两个按钮 录制好的程式 其实就是所谓的对应到聚集 OK 那聚集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执行或者是要编辑 都可以从 聚集这个按钮点击 我们刚刚执行是按上面 可是如果我想要看到里面的程式的话 你可以点击编辑 按编辑之后的话呢 他就帮我跳到 Visual Basic 实际上如果你不按 从编辑这边进来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从Visual Basic 一样可以跳过来 OK 只是说呢 可能 如果你不按编辑的话 他打开来的话可能就是只是这样的环境 那 我要怎么样知道说 我的去集放哪里 特别是要 只要是去集 或者以后你写的 程式 一律都是放在模组里面 OK 那有可能有一个一个模组 两个模组 三个模组 可能有 很多个 那当然 我们刚刚只有录制一个 所以我们就 放在Module 1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点两下 他程式 就会被打开来 如果你假设不小心把它关闭的话 没关系 还可以再把它打开 这个地方 这可以打开 关起来 OK 然后这边可以关闭 Visual Basic 然后另外的话呢 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 可能有同学 不小心把这个专案 这一个 这个版面把它关掉 或者属性也关掉 怎么办 其实有个方法 检视里面 你只要找到专案总管 打开就有了 那你再把 模组 点两下 又可以重新写程式了 OK 你之前有同学 就不小心把它关掉 这个也关掉了 什么都没有 下一次打开 也是空空如也 就很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以为就坏掉 其实不是啦 你可以从什么 检视 专案总管 打开 模组 OK 就可以看到 这第1个啦 环境部分可能要慢慢习惯一下 那第2个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刚刚录的程式 它的结构到底在哪里 其实基本上 就跟我们以后写 VBA的 这个 观念都差不多 开头一定是一个sub 后面是一个名称 小瓜糊 结束的话是 end sub 所以呢 它的程式 头尾在这里 就这一段 清除的话是sub 尾巴在这里 OK 所以一段两段 刚刚好 那可是 我们刚刚都是做三个步骤 那三个步骤的话 我要怎么知道哪个步骤在哪 其实你可以发现 上面这个 单一号开头都是注解 注解是 不需要的部分 所以 就是写给我们自己看的 以后程式不会被执行 那因为它上面有做一些注解 我可以把它删掉 我是建议 各位可以 慢慢 自己在这上面加一些注解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刚刚采 串接是 1 游标放在哪里 所以 1 打上 游标放在 2储存格里面 所以呢 如果我将来要写 VBA程式的话 其实就写这一行 这一行什么 Range 就是12.slate 这个游标 放在储存格里面 下面这个 单一号开头 打一个2 然后再来什么 游标再放在资料编辑列输入公司 公司其实就是这一串 叫做ActiveSale 目前游标所在的储存格 的公司就这一串 然后呢 再来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的话 其实就是 就是底下这一行 叫什么Range 也就是第3 Range 12 到1100 点slate 不过实际上 应该是向下填满 应该是 上面这一行 跟这样 应该是上面这一行 selection 点autofill 应该是这个 自动填满的话 应该是这个 OK自动填满 到这个范围 那我是建议各位自己在后面 打那个 你看得懂的相关的中文意思 就是所谓的注解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边已经有预先打好的 放在哪里 放在云端 白板上面的第12页 就这一段 就是 大概 基本上就打成类似像这样 1 2 3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用贴的好了 贴上 1 游标放在12 2的话输入公式 3的话就向下填满 那这三个的话 基本上以后这单引号开头的都不会被执行 但是好处就是说以后如果你假设存档 以后回头看这个聚集的话 你也比较看得懂 不然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些 注解的话 以后光看这些你都头晕了 不知道什么意思 最后清除的话呢 这边也有啦 我已经把它先注解好 清除的话呢 一样 123 1 游标放在12 储存格 这一样 所以 请各位也许可以参考云端白板的第12页 然后Ctrl Shift向下 再按Delete清除 OK 那为什么需要注解 其实 第1个 主要就是说让你知道说你现在做的动作 你有个记录 否则你下一次回头看你根本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动作 第1个 第2的话你可以透过注解 来学习VBA 因为其实聚集入刺 好处就是说如果 有些程式你不会写没关系 那你可以用入刺 产生程式之后 你可以做个记录 以后的话如果VBA 需要用到这一个动作 这一个部分的功能 你可以再把它加进去 这样的话呢 对于你将来在撰写 VBA程式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很多人刚开始很多VBA程式不会写怎么办 录制就好了嘛 但是呢 如果你 不懂得做修改 那当然你要用就有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最后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 记得把这个地方 再把它做个 注解 环境认识一下 然后注解一下 最后的话就把它存档 OK 那因为 时间的关系 因为今天的话我们就开个头了 所以 可能在一些 细节上面的话 假如说 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那回头再看过 不过记得 你今天如果 没有 填那个 那个什么 你没有填 问卷的话 记得填一下 上面就留一下你的email信箱 那我会把今天的上课录影 直接就寄到各位的 信箱 然后会是一个 YouTube的 播放清单 如果你将来呢 假如说每次都想要继续在收到 那个上课的 完整 录影的话 请各位自行在 从那个云端上面 加进到 我们的这个连结 这个论坛 最好是给我一下你的名字 因为我如果知道是你 我就直接帮你加进来 那这样的好处就每一次上课 就会有一个一个的 这个录影 类似像 像这样的一个清单 我用前一期的 给各位看 就是类似像 这样的 而且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我也会 这个我没有加 我会帮各位再加上字幕 OK 好,那 今天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 这样的上课模式 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没有 嘿,是 对,一样 每次都是一样的 对 对,每次都一样 嘿 我是不好意思再请问一下问题 就是 我在那个 云端里面 没有看到那个 润产的人血 有 有在在外面 对对对 嘿嘿嘿 对对 OKOK 还没有什么问题吗 其他同学有没有问题 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或之后有发问问题 你也可以在那个YouTube下方留言 然后其他地方 下次发问也可以 OK 不然的话 我们今天 就先到这里 OK 好 各位晚安 晚安OK 拜拜 谢谢老师 不会拜拜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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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